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狐夫妻收到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85集 今天跟大家分享 SS107号的 Scopernock 这是变形金刚第七集里头 所出现的蝎子 或者叫做萨克巨人 这个合汇的话 终于能够让我们看到它的脸 看着其实很恐怖 对不对 它有这个 尤其是一个牙齿 就是有个生物的感觉 然后有这么多的副眼 看上去非常恶心的怪物 而其实呢 在SS107号 这个Scopernock 推出之前的官方就已经有 推出一些第七集造型的蝎子了 那我的话呢 差不多也都应该 大概差不多都收起了吧 这款之前给大家开过箱了 还有这个 这个的话呢 则是跟这个天灾 它们是一起的一个玩具 那我今天天灾就收起来 还有这一款 这一款的话 则是跟它们两个是一块的 是两个蝎子一起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造型你会发现 这两个我们不能变成机器呢 我们就将这些拿开 你会发现其实 长相可以说完全不一样 这个的话呢 有一点点G1的那种玩具的感觉 而这个就真的是电影系 一个生物的感觉就非常强烈了 两个的大小身高居然是一样 但是以零件数来说 今天的SS107号会豪上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玩具 首先的话呢 它的塑胶摸起来的感觉并不是很好 甚至各位从画面里头 应该也能够感觉得出来 它并不是非常高等的塑胶 然后身上的零件虽然多 而且都偏紧 它身上大部分的球关都很紧 这个外摆内收的位置 这里 这里 还有这个脚步都非常的紧 紧到我必须要上一些细游 把它润滑一下 不然转动的话呢 真的是会非常的困难 甚至在变形的时候 这块翻出来 连这个球形关节都非常的紧 所以我上了很多的润滑 不然的话就是把玩上了 可能不是很顺手 然后呢 它的武器一个鞭子 这个鞭子或者说尾巴 它本身有一个两处的可动 它的话呢 是插在手臂 内侧这里有个洞 扣进去 然后呢 手指头的话呢 是这样子 手指头去卡进这个洞里头 那如果你不愿意拿在手上的话呢 是可以直接的 将它呢 以一个鞋子状态下的尾巴的部分呢 把它给扣在后面 但是呢 我自己觉得吧 拿在手上比较有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头雕 跟合会上面的话呢 我只能说这个脸可能Q版可爱的很多 它的头抬起来之后呢 可以看到可以抬到这么高 变形的时候呢 它是这样子的 那它这里面的话呢 我也有上了一个系友 因为它这里也是非常的紧 那因为造型限制的关系呢 其实你没有办法把它转180度 我觉得我是不行 如果真的硬转的话 我怕它会断掉 所以就 但是这个幅度也是很够了 手臂平举没有问题 二头肌转动 手腕是可以转的 变形的时候是有需要的 腰身的话呢 比较可惜 腰身是卡死不能动 脚前后 脚前后左右提都可以 而且非常的紧 那由于宽部的话呢 我就不上系友了 宽部我觉得上系友的话 太危险了 脚踝的接力是在前面 而它的等于是有一个脚前脚后跟 站立性还可以 那如果说 如果说你愿意把这个尾巴呢 给装上去的话呢 它的站立性当然就会更好了 行 那这个细节的话呢 就虽然是电影系的玩具啦 但是 我觉得细节上来说 好像也不是说到 没有像前三集系列 那么样的一个丰富 而它的背后的话呢 这里看上去好像是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像一个人的脸 对不对 OK 什么邪神像的感觉 我不知道有没有 有没有致敬到什么梗 好吧 那我们就来 示范一下这一款 Scopenok的变形过程 头部直接往上抬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这个胸甲给抬起来 然后呢 胳膊的话呢 往外面伸出去 伸出去之后啊 我们也可以先整理这个胳膊了啊 就是把它给双动关节转过来 到这边 这样子 把这个手指头卡进去啊 它刚好有一个这样 像是胶扣的感觉啊 十字紧扣的感觉啊 这样子 双动关节 推上去 把它给弄起来啊 这个就变成了它的一个手臂了啊 那这个胸甲打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部件 双动关节往内整个推进去 然后呢 脚的话呢 这里把它给推出来 然后呢 转动这块关节啊 先到这边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 这里打开 旋转这个部件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有一个 有一个扣进这个凹槽 把它给卡进去 它有一个蛮独特的一个角度啊 你就是 总而言之的话呢 就是利用这些零件 把这个部件给扣进去 这个部件再扣下来就好了啊 这里的话呢 那说明就是说 这里有个地方要扣上去 但是呢 我看了一下 好像只是这个缺口 对一下就可以了啊 那到变到这边 这个变性已经差不多 就算变完了 其他的话呢 就是调整这个脚的一个形状 那差不多就是已经变性完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尾巴给装上去 嗯 OK 那就站得好不好看啊什么的 就是看各位啊 你怎么样去调整它的这些脚的部分了 这款Skobernack它的蝎子形态呢 就争灵的非常的多啊 特别是这个头雕的部分啊 呃 虽然是有点Q版 但是呢 更适合它这个蝎子的一个形象 那手部的造型有点意思 它这里面呢 做了一个这个 像是涡轮的感觉 这个有点像电影第一集里头 那个Skobernack 这个它的那个Deadus Class 这边是会旋转的啊 那我懒得把它翻出来了啊 这个电影前几集的那个蝎子 我就嗯 虽然有 但是我今天就 嗯 只做这个就行了啊 然后背部的整个造型 它有一点 呃 也是有一点就是甲壳的这种 这种斑纹啦 还是有的 尾巴的话呢 可动的话呢 就是只有后面两节 那其他脚的话呢 这这个部分是整个是共用一个根部 然后上下还可以单独动 这里上下 可以单独动 但是虚位比较大的 但是这个无所谓啊 就是你把它往下放的话呢 就是把身体往上撑起来而已 然后后面呢这个的话呢 则是把这个部件呢 做一个反转啊 就是成为人类的一个脚 我本来以为啊 我一开始我盲辨的时候呢 我以为 它是不是这个样子 对 因为我以为是这个尖 尖尖的部分是嘲笑 那后来我看了一下 说明速器 它是要反转一下 转这样子过来 这个部件脱落了啊 好 那我们的话呢 就也来看一下啊 其他几款的这个Scopenark 就是同样是第七级的造型啊 这个 OK 你会发现 嗯 还真的是 这是不同品种的感觉啊 这是像是 这个像是 岩石一样啊 那这个是长满青苔的感觉 那另外这个的话呢 这是这个 有点沙漠的一个感觉啊 就是 这个好像是岩石地带 然后这个是丛林里面 然后这是沙漠里头 那这个的话呢 这是跟它一起的啊 也是有点意思啊 不知不觉的话呢 居然 就凑齐了一个蝎子大军啊 而且刚好第七级的话呢 真的有这个蝎子大军 会不会这款玩具推出之后呢 在这两个玩具跟着涨价了啊 也说不一定啊 就是这样一字摆开的话呢 其实还蛮好看的 而且是每一个造型 其实都 都是不太一样啊 我们一个一个 来做一个对比啊 你看发现 其实大家都长得有一点点 那都是Scopenark 但是大家都是 OK 就是同族 但是大家长相不同 特别是 其实你以头部来讲 其实这三个的头 还是比较接近啊 它是反而是 特别特别不一样的 这个可能又验证一件事情 就是说 就是第七级主线的 一个人物的造型 它其实是一个线上的 SS的话呢 反而又是 比较还原到地域里头的啊 好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 这款SS第107号啊 我自己觉得吧 蝎子形态是我比较喜欢的啊 可能我会以蝎子的形态 来做一个摆放 那就谢谢各位 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